感谢朋友们来到军委谈心 一直以来我都在分享关于新加坡公积金的内容 这期节目算是阶段性的总结和更新 新加坡的公积金是一个社会保障体系 它就好像是一个万能账户 不仅仅是帮助国民为退休储蓄做出规划 而且公积金储蓄还可以用于住房 医疗保健教育和一部分的保险 你既可以把公积金账户看成一个银行账户 这个账户本身里面有利息 保本保息无风险 而且要比银行的利息高 又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投资账户 因为你也可以用公积金去投资基金 以达到相对更高的回报 简单一句话 您既可以选择保本保息 比银行定存和储蓄保险都好的利息 又可以在您愿意承担风险的前提下 往更高的收益去努力 而且公积金具有产权分明的特点 你的钱就是你的钱 和别人的钱没有关系 到了55岁的时候 你需要留下一笔当做退休金的款项 剩下的资金全部可以提现 不仅仅是你本人交的那部分公积金 而且雇主所交的那部分 也是可以全部拿出来的 连本代息全部可以提出 问题是 很多资金充裕的人 其实是不想取出来的 因为取出来之后 市场上就找不到 这样好的无风险的利息了 如果大家想要看这期节目的文字稿 可以点击YouTube视频下方的链接 或者登录到我的网站 汉语片弹心.sg 文字内容会比视频更加详尽 那么谁需要缴纳公积金 所有的新加坡公民和新加坡PR 每月都要缴纳公积金 全职兼职或者临时受雇的 也都需要缴纳公积金 若是自雇人士 只需要缴交保健储蓄账户 其他的账户是可以自愿的缴纳 我们所交的公积金 将根据公积金分配率 按共环比例分配到 并记录到个人的普通 特别和保健储蓄账户 普通账户和住房保险投资相关 保健储蓄账户和住院开支 以及获批准的医疗保险相关 特殊账户就和退休有关系了 不过不同年龄组的 公积金缴交比率和分配比率不同 以确保工作者的就业能力 以及满足他们在人生不同阶段的需要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从工资中提取的比例 和为公积金账户账户的比例会下降 但是保健储蓄账户的分配率将会增加 这是为了满足医疗保健的需求 特别是在退休期间 55岁以下的工作人士 需要缴交工资收入的20%到公积金 雇主则需要缴交 工资收入的17% 这样公积金的总缴交率是37% 我们以26岁的小明为例 他每月的总工资为4000块 他的公积金缴配如下 每月他要缴交800块钱到公积金账户 自己实际到手的工资为3200块 同时他的雇主为他交680块的公积金 这样每月所交的公积金为1480块 虽然雇主和雇员按照一定的比例 缴交公积金 但是公积金的缴交比例也是有薪水的上限的 之前的上限为每月6000块 薪水超过6000以上则不需要交公积金 公积金的缴交比率还是按照6000的20% 和雇主的17% 不过现在这个薪水的上限已经提高了 从2023年9月1日起到2026年的1月1号 缴交的比例会逐步上升到每月8000 新加坡公积金的存款利息是多少呢 2024年10月1日到2024年12月31日的 普通账户的存款利息是2.5% 保健储蓄和特别账户的利息是4.14% 无风险且相对较高的利息 是新加坡公积金的一大优势 另外公积金也可继承 由于公积金都是独立的账户 所以继承人是可以领取CPF Live账户里面剩余的价值 以及在公积金其他所有账户里面的余额 好 我们接下来聊聊公积金的投资功能 公积金局对于OA和SA两个账户投资限制是不同的 OA就是普通账户 SA就是特殊账户 用OA账户投资 那么在这个账户里面必须要保留2万块钱 2万块钱以上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 而在SA账户这个限制是4万元 4万元以上的部分可以用来投资 相比较来讲 OA账户可以投资的投资种类比较多 有股票 黄金 高风险的挂牌基金 和主动管理型的基金 不同资产配置的比例也不尽相同 SA账户中可投资的种类相对于OA要少得多 公积金局也不会让我们冒险买风险比较高的基金 因为SA账户中的钱是养老用的钱 不能有闪失 我个人也觉得 SA账户的钱最好保留在账户当中不要做投资 如果想做投资的话 用OA账户的钱去投资 因为公积金里面的利息足够高了 作为一个稳健保守的投资者来说 能拿到这样的收益已经相当不错了 我们家庭可投资的资产本来就是要把主要的部分 放在一个比较稳健的投资组合中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用SA的钱去投资 用OA账户的钱去做一个长期的预期收益 相对比较高的基金组合是比较稳妥的 如果想了解用公积金来投资 可随时联系我 接下来我们就谈谈公积金最重要的功能 那就是退休养老金 据预计目前65岁的新加坡国人 有大概一半的人的寿命会超过85岁 三分之一的人则会超过90岁 那活到百岁在好多国家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了 因此为百岁人生而做准备刻不容缓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退休生活负责 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 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个人理财工具 退休养老要依靠它 公积金的退休计划CPF Life是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 是一项终身年金计划 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提供终身的每月的养老金 退休养老金的支付方式有三种 一个是标准计划领取终身不变的养老金 第二种是递增计划 刚开始领取的少 之后每年按照2%的递增幅度不断递增 如果担心通货膨胀东西越来越贵 这个计划比较适合 第三个计划是开始每月领的钱就比较少 接下来领的钱也会逐年递减 这个计划适合本身在公积金里面的资金就不多 或者已经有其他方面退休资源的养老人士 这三种计划没有好坏之分 完全看个人的意愿来选择 不过绝大多数人是选择第一种标准计划的 那么公积金退休计划每月可以领取多少钱呢 以一位2025年年满55岁的人士来计算 如果选择基本存款计划BRS 年满55岁在退休账户的存款要求为106500块 在65岁的时候开始终身每月领取930块钱 如果选择全额存款计划 那这个计划的存款要求要比基本计划多了一倍 也就是BRS乘以2 年满55岁的时候 退休账户的存款要求为213000块 那他在65岁时候开始终身每月领取1730块钱 如果选择超额的存款计划 这个计划的存款要求比基本计划多了四倍 在年满55岁的时候 退休账户的存款要求为426000元 在他65岁时候开始终身每月领取3330块 好 今天就把攻击金的主要内容分享完毕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高兴也在新加坡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